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也有做一支影片 因為市場上對於台積電後市看法分歧 有人認為台積電三字頭才值得買 那有人覺得其實550就是合理的一個價位 那麼在上個禮拜放假的期間 我看到財訊雙週刊有一篇文章 我看了其實覺得有點驚喜 驚為天遠 因為他的這篇文章 作者是一個台積電的股東 同時他追蹤台積電長達20年 他就在文章裡頭有一些論述 有興趣的人當然詳細去看 那我講一個重點就好 他評估了台積電未來這幾年的EPS 他估台積電今年的EPS大概是33.88 明年是36.36 2024年是42塊 那我最抑鬱的是2025年 EPS是來到50塊 那我們不要講2030年 因為這有點遠 可是如果真的2025年台積電的EPS來到50塊的話 你會覺得500多塊台積電好像很便宜 我不知道幸福怎麼解讀這個新聞 或解讀這個專欄 當然他這個估的是真的估的時間蠻遠的了 估到2030年 那現在才2022年大概還有8年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說太遠的事情其實坦白說沒有辦法預測了 因為全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就像兩年前突然疫情爆發 這個事先沒有人預想的到嘛 那我們就拿今年跟明年來看就好 今年比如說像2022年 因為台積電呢在今年元月跟四月他都開過法說會嘛 對那這個其實市場目前估出來的大概都介於32到34左右 或32 33都可以 所以這個數字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就合理啦合理的數字 那明年來看的話 如果照市場的預估啦 可能也會大概會有一成的成長 那你32 33再加個3塊 其實35 36這個也合理的 所以我們就先以這今年跟明年這兩年的EPS來預估就好 我都太後面了 我們先不用特別去看他說這個可以預估到 比如說賺50塊60塊之類的 我們光看這兩年就是有大概33跟35 36這樣的區間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積電是這樣子 因為他畢竟是護國神山嘛 那台灣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那我覺得如果以他的產業地位來說的話 你給他20倍的本益比就好了 其實最少最少我想先回到600塊是蠻有機會 那為什麼這一波會殺到505塊呢 最低喔 而且來兩次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市場比較恐慌嘛 那恐慌大家就會做出一些比較慌張的事情 比如說把股票殺在低一點 當然好股票有時候反而跌喔 越跌的時候他價值會越出來啦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以台積電的產業地位 他在晶圓代工特別是高階製程的晶圓代工 佔有全球50%以上的市佔率 而且目前看起來似乎沒有任何對手 可以超越他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兩年來看的話 台積電這個32 33 或者說明年3536這個目標 達成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好 其實我自己對台積電殺到500塊 我有一種想法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對不對 要歐印嗎 不是 畢竟幸福可能是專業的分析師 我們來分享討論一下 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殺到500 就是在搖蘋果 把沒有信心的人搖下來 這個倒是有這樣 因為我記得殺到505 506那兩天 有一家上市公司他公告他賣了600張 沒錯 他賣在多少錢 他賣在506 幾乎是最低點差一塊錢 也就是說其實有時候市場很恐慌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一般的散戶很恐慌 你要想他可以買600張的台積電 代表他也是一個大戶等級的 但是他看到那個盤降殺 然後市場這麼多利空 也是會怕 那驚慌失措情況之下 有可能就會把股票殺在低點 好 所以剛剛提到是 0203年這樣的EPS的評估 幸福認為是肯定的 而且是合理的 04年之後不知道對不對 這個可能要再看看 然後這個有要特別補充說明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看過去這幾年 台積電EPS 我覺得成長得很穩健 每一年幾乎都有成長 大概近10年他都沒有賠過錢 就穩穩的穩穩的 但是反而在2020跟2021這兩年開始 出現了跳躍性的成長 主要當然跟他的產業地位 還有現在呢 這個晶圓代工進入了10奈米以下之後 其實難度越來越高 很多廠商已經跟不上 也是有蠻大的關係 那為什麼說這一次 這個殺到這個500塊會是一個便利 待會我們跟大家做說明 比如說像台積電好了 我這邊有一個估值的方法 提供給觀眾朋友做個參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一家公司呢 他的獲利是長期穩健的成長 我們就可以看他本益比 他的合理區間在哪裡 比如說像台積電好了 紅色這一條線是台積電的股價 台積電的股價 那你可以發現呢 他其實大概 之前如果有跌的時候 也是碰到中間這一條 稍微比較灰藍色這一條線 其實他大概就止跌了 就止跌了 甚至呢上次這個2020年呢 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大概也是跌到這個藍色這個線呢 就止跌了 就止跌了 然後就開始往上漲 那這一條藍色的線呢 藍灰色的線呢 就什麼 16倍的本益比 16倍的本益比 對那所以我們是可以見往直來嘛 參考他過去的本益比區間 像之前這個行情比較熱 去年大多頭的時候 他的本益比呢 曾經一度衝到快 來到黃色這一條線 我記得是30吧 30倍 對30倍 也就是說在這個區間之內呢 像這一次殺到接近500塊 其實剛好是落在這個本益比區間的下緣 所以我們說 如果今年啊 台積電可以賺到32到33的話 其實你這樣去換算 換算出來 就是512到528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他雖然說 殺到快500塊市場很悲觀 然後大家都很沒信心的時候 其實反而在這個區間之內 我們不要說最低505或506 給你買到了 我想在這個合理區間之內 比如說你就抓個中間值 比如說你買515或買520都OK 其實到今天 到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你都已經開始賺錢了 我想其實這個估值的方法 針對他獲利穩定的成長的公司 其實是可以適用的 好我想延伸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觀眾朋友都是 台積電的小股 就算有些人一張買不行 沒要緊 買零股 我想延伸請教的問題是說 什麼時候台積電的本銀幣會回到30倍 應該說就是要市場比較偏大多頭 像去年那樣市場資金寬鬆 然後大家對股市非常熱絡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況當然就是要看聯準會 這個可能要一時之間馬上先回到30倍不容易 但是我們就以最保守預估好了 從16倍先往20倍靠有沒有機會呢 有機會的那20倍我們用30 32塊來算的話 其實就是先回到6字頭 先回到6字頭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來看 當然你說馬上就要從現在大概540塊 直接往上拉到這個600塊 可能也沒那麼快啦 還是要配合國際局勢的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整體的架構上往500塊靠近的話 其實我都認為它是一個蠻不錯的 中長線的低階買點 好意思就是說500塊是台積電 歷年來本一筆的下緣 所以500塊5字頭左右長期持有 都不錯啦 幸福師這個意思 不吃虧 那至於7字頭跟8字頭 甚至之前市場上有人喊三年一千 這個就再看看 反正我們節目隨時幫大家做記錄的掌握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讚留言 並且訂閱華視優選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喔